守岁可以到几点? 午夜12点后才是上头香 选自2012年1月20日 悬疑问答 出去晚上那个守岁 你们说越长越好吗? 一般就是说最好守到几点 我们念经的话 就是说可以念到几点钟呢? 一般念经可以通宵念的都没问题 你只要不睡觉 但是一般的呢 就是说如果人家一般的这个仪式 是从十二点钟到两点钟左右 这个时候呢是说以头头香 嗯嗯嗯 那么你整个年初一呢都说以头香 嗯嗯 明白吗? 年初一都是头香 但是呢这个应该是十二点钟才开始 所以有的地方呢说十一点钟就开始 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对了 嗯 所以这个香你烧下去就不一定对了 为什么呢?很多人不懂 还以为哎呀十一点钟就开始了 哎呀头头香 其实我告诉你你想想看过新年 你如果十一点钟能成为新年吗? 嗯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哪有这种事情啊 你时间不到 你比方说考试讲啊 大家十二点钟了 你十一点钟就会考吧 那肯定是作弊 那肯定又是不对了 五月十二点前提早上香 不能算头香 选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悬疑问答 我们这家的风俗是晚上十点半就开始上香 那么我们十点半现上十二点再上可不可以? 可以的 也属于头香哈 你这个十点半实际上这不是头香啊 嗯 嗯 因为没过这个时间啊 嗯 你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生孩子十个月的预产期对不对啊 嗯 你说说他没生出来算不算孩子出来了 你同样说你这个时间没到 你算不算这个时间到了 那什么叫头啊 刚刚时间一过那就头 那是过十二点以后上 对了 哦 头头香是什么 头头香就是十二点钟一过就烧 头香是什么 这个年初一整个一天都叫上头香 哦 听得懂吗 嗯 头头香的话呢就是烧的厉害了 就是这个时候啊 天上的菩萨天官啊 仙人啊 全部都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说加持力大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 那么谁在前面呢 啊谁呢就是说能够啊 就是有求必应了 好 因为年初一整个一天呢 都是啊 也算头香 因为菩萨都在也很好的 时间就还没到了 那你还是烧年尾香啊 嗯 听得懂吗 嗯 那你还是烧的旧香啊 头香是新香 新年的第一天呐 嗯 终声一响 那才叫头香啊 哦 明白 那你这是年三十晚上 那不叫头香啊 就像春节晚会一样 那是叫洗迎新年 那要是方便是什么时候 就是烧万头香以后 啊 方便方有两种意思 除旧税的话你可以提早放 你说为了迎新年 你就是过了年代放 啊 那就分两去放可以吗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在十一点多钟的时候 你冰冰棒 那是出息 对不对啊 嗯 啊 然后你过了年一过 冰冰棒 那是迎新年 上头香 用不用架里一个人上一边呢 上头香的话 用不着一个人上一边 就是说上头香的话 大家可以同时磕头 都没关系 比方说你家佛它再小 你过时间 每人拿一支香插上去 嗯 大家可以一起磕头 先上香再烧大香 选自2012年1月6日 悬疑问答 有同修 他是就是说想点那个 檀香木 具体操作是怎么做呢 檀香木就是要大香 首先呢 把檀香木头上供一供 拌一拌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在油灯上啊 先烧 手呢 拿着檀香木的后面 但是手一定要干净 檀香木很短的话呢 就拿个钳子也可以 哦明白 然后呢 在那个油灯上的火点 点了之后呢 等它烧起来了 你就让它烧 烧一会儿 就烧一会儿 把它用手啊 把它 另外一个手啊 把它删掉 把火熄掉 熄掉之后呢 就放到当中那个香炉 放香的位置上 放香炉里面 不算放在香炉里面 拿着手上 放在那个位置上 让它 让它把那个烟呢 昂起来 就把那个烟昂起来 昂完了之后呢 再到那个油灯上去 再去点 再放到那个地方 把它灭掉 烟就出来了 这个烟就是檀香烟 明白 然后三次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呢 放在这个香炉里面了 你不要把它熄灭 你就按照这么正常的手续 就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有关点檀香木的问题 选自2012年1月20日悬疑问答 三次上 口香 用檀香木嘛那种 对 那个是几枝 那个不是几枝的 檀香木就是点了之后昂烟 香还是接着那么上是吧 香是三枝三枝 一个香炉至少三枝以上 不能一枝的 那这一次就说是 三次这不属于大结局吗 对啊 那天就是点九枝能行不 哎 不是你这么想的 三枝是一个元素 这个数字是比较稳的 年三十上香时断了 会否影响新年运程 选自2020年1月31日悬疑问答 关于烧头香时能否拜祖先的问题 选自2012年1月15日悬疑问答 带孝的人能穿红色衣服上头香吗 选自2018年2月9日悬疑问答 不吃素的家里人要点头香 该如何圆融处理 选自2018年2月25日悬疑问答 在大年烧头香的时候 同修的先生要排第一排 大香他也要让他来点 可是他先生没有吃素 那同修就只好让他点了 这月十五他先生又要烧头香了 能不能让他再点呢 没关系的 点大香 没关系的 可以的 这个是没办法的 当然最干净最好 但是呢为了保持家里的融洽 为了鼓励先生更好的能够吃素 念经修心 让他点不就让他点了 点了菩萨来不来 我不知道啊 点了呼把神 你这个嘴巴都是昏心 你说点了这个菩萨来不来 你说大家都可以做好事 只是做了好事 有的人有效果 有的人没效果 大家都可以到庙里去磕头 为什么有的人磕的就灵 有的人磕的不灵啊 就这个道理啊 嗯是的 那如果说他先生点完之后 同修本人再点一次 是不是就好很多啊 更好 哦 你不要当着他面 点完了之后 他不在的时候你再点嘛 就不会产生矛盾了嘛 嗯明白 年初一天气不好也可以上头香 选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八十九 问 如果年除夕晚上十二点整 到初一早上五点打雷下雨 还是下雨没有打雷 我可以上香或续香 念礼佛大忏悔文 心经和往生咒吗 答 正月初一上头香的时候 天气不好也没有关系 只要有佛台就可以续香念经 大年初一一整天都可以上香 选字2019年2月1日悬疑问答 同修想问 他听说除夕夜零点要在老人家陪老人 那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左右了 他想问这个时候还能不能上头香 当然可以 半半的讲 十二点钟准时叫头头香 十二点钟到两点钟当中 那就叫头香 那么你们两点钟之后 菩萨照样在你照样可以烧香 你一直可以这一天 天上也是喜庆的不得了 人间也是喜庆的不得了 你可以一直一直一直点香 一直烧头香 那么你年初一整个一天 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钟之前 都叫头香 那个叫头头香 上头香求愿心诚则灵 选字 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06 问 上头香求愿能否灵验取决于什么 是否也要许愿念经做功德才会灵 如果胃病是业障灵性病 这样求会灵吗 菩萨不动因果 那么上头香能否如愿取决于什么呢 答心诚则灵 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拼命求当天就灵 年初一上头香求事情为何特别灵 选字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206 问 曾经有同修分享过上头香时 求菩萨保佑自己放下对某人的嗔恨心 后来真的灵验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菩萨用同修的功德还债了吗 还是加持同修开智慧了 答加持 为什么年初一烧头香特别开心 因为不用你们的功德 这一天等于是菩萨特别帮助你们 菩萨开放给你们智慧和能量 所以求什么灵什么 就算用自己的功德求也不会这么快这么灵的 来多少菩萨多少能量 上头香时如何求愿 选字2012年1月22日悬疑问答 今天晚上要烧那个头香 烧头香的话 就是说到底是许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许三个月 三个月 但是这个三个月不能说 挺大致大微观的一步的 保佑我们一家 全部升级好 工作好 学习好 这个不是一个愿 分开求着 就是求着三个事情当中 只能讲有名有姓有人物的 有地点 比方说 你说你经常 比方说胃痛 请大致大微观心 菩萨保佑我 某某某能够胃痛消除 那这个愿肯定领的 上头香后 所求知识带着愿力 会更加灵验 选字2012年1月1日悬疑问答 中国新年不是可以求两件事吗 超头香的时候 两件事吗更灵 求三件事吗可以 四件事吗就不要再求了 现在没那么贪心了 大家 台长 那那个求两件事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是还要许愿吗 如果你许某一个事情 边上带个愿力的话 这个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了 特别厉害 那还是 那还是求一件事 然后许一个愿好 这是我今年刚刚教你们的 我过去没讲过 昨天晚上刚刚教我们观音堂的人 哈哈哈哈 啊 比方说你先求一件事情 然后许个愿 再求个事情 再许个愿 哇 快得不得了 那这样也不能超过两件事 对吗 那两三件事情都可以的 不要超过三件 因为你的愿力不一定很大 你听得懂吗 嗯 你比方说你逃 那我讲你个愿力的时候 因为有的人说 啊 我放一百条鱼 关心不上 我这个事情弄好了 我一定放一点条鱼 你说这种愿力算不算大了 那不大啊 那好了 要什么愿力啊 把那个 红法 啊 这个这个 这个最厉害的啊 救人 这个最厉害的 嗯嗯 而且要真的 要舍出命来 这么来救人的 你才能真正救到人的 啊 啊 台长如果保留很多 一天工作八小时就可以了 啊 我不想我现在这么多事情 如果我 你说你我能救几个人啊 你就看看台长在讲课 讲多少时间 你就看看台长在广播里做多少时间 你就知道了 是 嗯 明白了吧 还给各地同修开会 对 明白